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 我是韦婷 在上合组织首脑峰会期间 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在萨马尔罕 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这是俄乌冲突以来 俄印领导人首次举行线下会面 期间普京邀请莫迪访俄 已在经贸领域合作紧密的俄印 关系会否更进一步 即暂退印太经济框架贸易领域谈判后 印度再发声 拒绝加入俄油限价同盟 是否公开跟西方国家唱反调 印度的大国报复又将如何影响世界格局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要请到中国社科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许立平先生做分析点评 首先来看最新消息 在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 普京表示理解印方对乌克兰冲突的立场和关切 普京还称将尽一切努力 尽快结束在乌克兰的冲突 但乌克兰拒绝谈判 并决定以军事手段解决 据印度时报报道 莫迪在撒马尔罕的会谈上对普京表示 当今的时代不该是战争的年代 莫迪称粮食 化肥和燃料安全 是目前世界关切的主要问题 自俄乌冲突以来 虽然美国多次施压 但印度并未跟随西方国家的脚步 而是加强了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 印度已成为俄罗斯的第二大石油买家 许先生您好 我们看到普京和莫迪举行了会晤 也是自俄乌冲突以来 两人首次面对面的沟通 您对于双方这一次的会晤 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们知道这一次会晤 应该说吸引了世界上 主要媒体的关注的目光 我个人认为这一次的会晤 更多的是象征意义 大于实惊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正如刚才小片所讲到的 双方的表态 特别是对大家所关注的 俄乌冲突的表态 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一种姿态 一方面莫迪作为一个世界的 大国的主要的领导人之一 那么他公开的呼吁 俄乌冲突要早日的结束 要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场冲突 而普京的回应就是认为 俄罗斯已经做好的准备 尽早的来结束这种冲突 只不过说这方面的愿望 或者是这方面的路径 只是俄方单方面的 而需要乌克兰方面来采取配合 所以双方的这种表态 我觉得更多的象征于大于实惊意 另外我们知道 俄罗斯和印度双方也有紧密的 这种双边的这种关系 所以在这次会谈中 双方就一些双边的一些议题 也展开了一些深入的讨论 包括双边的贸易的问题 特别是关于化肥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印度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这么一个国家 因为农业的人口占的比例比较大 特别是化肥对于印度的农业的生产是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在当前的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国际局势的背景下 那么双方要加强这种供应链的安全 特别是这一次双方就谈论了 在未来三年俄罗斯要稳定的供应 印度的化肥 这个方面的供应链的稳定 是这次会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另外双方在一些地区的问题 乃至一些国际层面的问题 也进行了一些沟通 比如说关于粮食危机问题 关于能源危机的问题 双方也进行了一些友好的 或者说双方进行了一些密切的沟通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普京还表示理解印方对乌克兰冲突的立场和关切 对于这一点您怎么来分析呢 实际上俄罗斯非常的清楚 那么在这次冲突中应该和各个国家 基于他自身的国家利益 做的一些判断 那么作为印度方面来说 他不可能完全的支持俄罗斯 在这个俄乌冲突方面的一些态度 某种程度上说 印度更多的是表现一种中立的这种立场 虽然印度并没有完全的站在俄罗斯这一边 但是对此俄罗斯还是表示一种高度的一种认同 因为这方面普京非常清晰地表明了 他理解印度在这个方面的一些立场 此外我们还看到普京在会面的时候邀请莫迪访俄 在俄乌冲突结束前您分析印度会否与俄罗斯在外交上继续走近 实际上普京线下的这个邀请莫迪访问俄罗斯 我个人认为并不是什么一个异常的一个举动 实际上是一个常规的动作 因为我们知道从2000年以来 俄罗斯和印度实际上建立了领导人的这个会晤的机制 年度会晤机制 也就是说他们年度要领导人进行一个互访的一个机制 因为我们知道2021年的12月份 普京访问了这种印度 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的这种双边的协议 那么2022年按照这个年度会晤机制的话 应该轮到莫迪访问俄罗斯了 所以普京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邀请莫迪访问 我觉得是毫不奇怪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从公开的媒体来报道 莫迪没有截查 没有公开的回应 普京对他访问邀请的这么一个肯定的信息的答复 实际上在这点来说 莫迪还是有所考虑的 因为毕竟俄罗斯冲突没有结束 所以虽然在这个双边的正常的机制下 访问俄罗斯 应该说对印度来说 也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 所以我个人认为 普京发出邀请莫迪既是访问俄罗斯 并不能证明俄影关系的在走近 最多只是一个说 在维持双边的这个既有的框架下的一些合作 印度央行在15号推出了国际贸易的卢比结算机制 您对于卢比结算的前景有什么样的观察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之一 那么推出一个以本币来结算 对外贸易的一个结算的方式 并不止止是印度一家 比如说好多的新兴国家都已经开始了 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 美国不断的来升息美元 某种程度来说美元成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红利的收购机 所以这样的话对一些新兴经济体造成的影响是非常负面大的一个冲击 正好体现了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 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说要摆脱对美元的这种霸权的这种依赖 实际上更多的表明了一种发展中国家的 他们为了保持这种经济的这种自主 保持这种经济增长的延续性的一种举措 印度国家银行也表示了 正在根据印度央行的指导方针开设卢比账户 以便处理与俄罗斯的一个贸易往来 印度是不是做好了与俄罗斯长期贸易合作的一个准备和决心呢 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 关键是俄乌冲突要持续多久了 如果说俄乌冲突不断地持续下去 美西方不断地对俄罗斯信息一种制裁的话 那么可能这种以卢比结算的这个制度 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俄乌冲突如果结束的话 那么我想这种局面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我觉得关键是还取决于这种俄乌冲突合适结束 据彭博社综合MF数据 印度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的GDP总量超过了英国 所以一时间就有了印度超过英国 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说法 您怎么来评价印度近年的经济表现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近十年来 印度的经济保持一个5.7%这么左右的一个高速的增长 可以说特别是疫情之后特别是今年了 那么经济增长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那么今年的印度的这个经济增长GDP 可能会超过7% 可能成为G20里面的增长最高的国家 那么据现在的统计了 那么在一季度的印度的GDP的增长超过两位数 达到13%左右 那么沙特是在G20里面是处于第二位的是11%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应该说印度的这个经济的增长有一种惯性 所以我觉得它超过英国是一个很彼岸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即便是这样 那么印度实际上它经济的发展 还承担着很多的一些短板 比如说它的人口基数比较大 那么失业率比较高 还有它的基础设施比较匮乏等等 这都是制约印度未来经济 保持持续增长的一些短板 今年呢是12月 印度将会担任联合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 并且呢会在明年分别担任上河组织 还有G20的一个轮值主席国 所以俄罗斯和印度如何在这样的框架下开展合作呢 实际上我觉得印度现在在国际舞台上 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印度在整个的大国博弈中 应该说战略位置还是非常的不错 那么刚才你说的这种多种的多边机制的这个主席国 那么就给印度在国际舞台上来施展它的空间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 无论是它担任安理会联合国的这个主席国 12月份是吧 还要担任这个明年 从今年年底准确的说 今年年底要担任G20的 从12月份要担任G20的主席国 还有上海合作组织的主席国 我想这毫无疑问呢 给它在国际场合跟俄罗斯在进行一些互动 提供了一些机会 因为毕竟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 那么俄罗斯应该说在整个国际舞台上 特别是在西方的为主导的这些国际舞台上 还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孤立的 那么在这种俄罗斯被孤立的这么一个背景下 那么印度如何特别是在联合格的框架下 和G20的框架下 那么印度如何来维护俄罗斯自身的利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 当然在上海组织的框架下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上海组织主要还是一些 中国俄罗斯一些伙伴国 主体的这么一个组织 所以在这块里面和俄罗斯的互动 我觉得主要还是在非传统安全方面 还有一些经济合作领域方面 来进一步的推动上海合作 来进一步的提值升级 那您分析这些多重的新的身份 会对印度在处理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 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印度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刚才我说了 可能在维护俄罗斯利益方面 对印度方面可能是一个机遇 但是同时面对西方对它的压念 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可以说无论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 或者在G20的框架下 那么西方可能说越来越多的 会施加对俄罗斯的一些压力 因为我们现在从今年的G20召开的 系列的部长级的会议上 那么俄罗斯的一些相关的部长 往往会遭到冷落 甚至一些当俄罗斯的部长 在论坛上进行演讲的时候 西方的部长在集体离席 所以造成很尴尬的一个局面 那么未来在印度主持这种多边的论坛 方面会不会出现这些尴尬的一些局面 这就体现了 这就要考验印度 在这种大国平衡中的一些智慧 好的 感谢许先生精彩的点评 下节新闻今日谈带您继续关注 即暂退印太经济框架贸易领域谈判后 印度再发声拒绝加入额油限价同盟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新闻今日谈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美欧官员此前鼓动印度加入 七国集团的额油限价同盟 15日被问到相关问题时 印度外交秘书维奈·克瓦特拉回应称 印度不是这期成员国 采购俄罗斯石油是为了满足能源安全需求 印度不是G7的党员 只是为了神经典的党员 要清楚 在价格的合作 在价格的合作 在什么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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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这些人 在国际的国际上 可能能够更好答应 由美国主导的新经济圈构想 印太经济框架IPEF 9日结束在洛杉矶为期两天的首轮线下部长级会谈 美国与13个印太国家代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已经就框架内贸易 供应链 绿色能源和公平经济四大支柱合作的主要目标达成共识 并将启动正式谈判 然而会后有关贸易领域合作的声明中并未提及印度 印度商工部的新闻稿指出 印度将根据自身国家利益 就框架下的不同领域做出决定 印度商工部长戈亚尔表示 成员国尚未就框架中的一些领域达成更广泛的共识 戈亚尔更直言 目前并没有看到将从框架下贸易领域的各个方面 获得哪些好处 以及需要评估在环境等方面施加的条件 是否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歧视 他还表示 印度将继续以观察员的身份 就印太经济框架与成员国进行接触 等贸易领域的最终轮廓出现之后 再决定是否加入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回应称 美国将继续与印度进行双边贸易谈判 不会把印度当前的决定定义为 选择退出印太经济框架 许先生您好 我们的话题继续 我们看到科瓦特拉在莫迪前往 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和峰会前 做出了以上的表态 印度此时就是否加入这期的 俄优限价同盟表态 您认为想向外界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我想这位印度官员 这个表态实际上是一个迟到的表态 实际上早前的印度对这个问题 是比较模糊的 它没有公开的一个表态 那么这一次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召开之际 它有一个表态 这个时机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就体现了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 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 它不会这么说的话 不会和G7国家来走在一起 也就是说它反对这种阵营化 它因为印度作为第二大发展中国家 它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同时要维护自身的国家的一个利益 并不会随着西方国家 对它的这个发号施力 随他们的这个命令来起舞 所以这某种程度来说 反映了印度的这种战略的这种自主性 我们看到7国集团在2号就宣布了 就限额油价达成了协议 7号美国财政部方面也表示 印度正在考虑是否加入对俄罗斯的油价涉嫌计划 但是印度15号最新表态可以说是拒绝加入了 您分析印度方面的表态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这个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印度的一种复杂的一种心态 一方面它要希望通过和G7国家来合作 获得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好处 某种程度上说它不希望得罪这些西方7国集团 另外一个方面 印度又跟俄罗斯有一种传统的一个友好的合作的一些关系 如果参与西方的这个限价令的话 无意把印度推向了俄罗斯的对立面 实际上这不符合印度自身的国家利益 所以真是在这种两难的这个背景下 那么印度做出了一个抉择 那么最后它决定在这个问题上 要跟俄罗斯要开展这种合作 因为这种合作是符合印度自身的国家利益 因为我们知道印度正在处于一个工业化的 一个快速的发展期 所以说能源是它的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瓶颈 因为以前的印度的能源主要还是从中东地区来进口 那么这一次俄乌冲突以后它大量的进口俄罗斯的这个能源 可以说这个能源已经占到了印度进口量的 从原来的2%这个比例 俄罗斯的这个比例已经占到了将近20% 所以呢 但是呢 价格呢又是非常的合适 所以呢 实际上从这个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贸易中呢 印度应该说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当然印度是不可能错失这个迁在南方的这个机会的 因为这个对印度的工业化 印度的经济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印度不是这期成员国 您认为这一表态是不是说明印度和这期国家 在对俄立场上的分歧已经公开化了呢 我想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印度 你是否来选变站队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印度已经明确了它的一个态度 也就是说在涉及到印度核心利益的关键的问题上 印度还是要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 不一定和西方齐国站在一边 所以就如我刚才说的 就反映了印度作为第二大发展中国家 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体的一个成员 他们有自身的一些国家的利益 他从决定一些外交政策 特别是经济外交政策的一些考量方面 更多的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出发 这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某种程度来说 有这种抵御西方的对它这种压力的 这种战略的这种自信 此外印度9号宣布了说要暂时退出 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下的 四大支柱之一贸易领域的谈判 理由是暂时看不到好处 您怎么来分析印度这一举措 我觉得印度这个举措我觉得也毫不奇怪 为什么毫不奇怪呢 因为我们知道印度是经常的 在这些多边贸易谈判中是掉链子 谈了谈了最后就退出了 比如说RCEP谈了上十年了最后一刻 临门一脚印度退出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谈判 印度是经常是这么来做的 那么这一次也一样 那么为什么这次印度在 关于第一套资助里面贸易谈判下推出 因为在贸易资助里面有七个方面的重要的领域 它涉及到劳工 环保 包括数字经济等等一些 那么这里面我看了 它最后发布了关于贸易的资助的宣言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 那么这一条是什么说呢 就是说要避免采取非公正的手段 来限制进口或者出口 限制农产品的进口和出口 那么这个是印度的软肋 因为毕竟对印度来说的话 那么农产品的进出口 是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利益 因为我们这一次看到了印度五月份 就禁止了小麦出口 因为它看到俄乌冲突 久脱不绝 那么未来的粮食危机 可能会面临在印度的头上 所以印度作为小麦 一个主要的出口国之一 它为了保护它国内的粮食安全 它禁止粮食的一个出口 另外在粮食的 在其他农产品的进口方面 那么印度也要保护它 自身的农民的利益 所以在这点上对印度来说 是非常敏感的条款 农业领域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比如说在劳工领域 环境领域 这些方面应该说触犯了印度的底线 因为它过高的这种环保的标准 实际上你增加了这个产品的 劳动产品的它的这种成本 实际上它降低了印度制造业的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那么显然是不符合印度自身的一个利益 另外在一些劳工的一些标准 比如说你要强调各种的工人的 各种权力的这种保护 那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可能是显得过于奢侈 所以它的这些环保的标准 还有劳工的标准是过高 不适合像印度这样的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如果印度按照这种标准的话 那么印度的制造业 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了 那么国内的很多的制造业企业 因此就会逃避了 那么对于印度的政治家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 所以印度可能在这个方面 它并不认同 并且IPEF很重要一条 它的很多的一些承诺 或者说一些协议 它是具有约束性的 也就是说只要你成员过加入 我这个框架 你对这些条文的承诺 是要可查的 所以从这点来说 那么印度是决定要退出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 比较明智的一个做法 那么暂时退出这样的表态 是不是意味着还有谈判的空间呢 我觉得这一点对印度来说 更多的是一种策略 也就是说以拖待变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印太经济框架 它没有市场准入这么一个条款 也没有一个关税减 所以对于参与国来说 那你实际上吸引力并不大 所以印度这个以拖待变的意思说 美国你拉我进度可以 那你要给我蛋糕 给我好处 如果你不给我好处 那么未来我可能不一定都加入 实际某种策略的说 是印度通过这个以拖待变的策略 来迫使美国在一些关键的领域方面 美国要让步 如果美国你不让步 那么印度我可能就不一定参与了 那印度这次退出贸易领域的谈判 在供应链 清洁经济 还有公平经济这三个方面 如何同框架内的这些成员国展开合作呢 我觉得主要的因素还是美国吧 因为美国我们之前也讲过 就是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 是一种订单式的一种框架 也就是说美国来制作菜单 那么其他的成员国来点菜 所以标准是美国来制定的 框架也是美国来制定 那么其他国家你是根据这个框架 来进行一个谈判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可以说这些其他成员国 和美国谈判的这种空间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限的 即使你谈判 你跳不开美国设定的这个框架 那么有不有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毕竟美国拥有这种 比如说贸易规则的 它的这种制定权 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的 数字贸易的这个领域 它有这种规则的这种优先的制定权 这是美国的一个优势 另外美国在一些高科技领域 它有它的这种优势 这也是吸引其他国家参与的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这些领域 比如说在清洁能源方面 所谓的清洁经济的领域 你美国能不能够转 你这个新能源这些技术 是不是给印度这些国家 如果你转可能印度会参与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另外在供应链领域 我觉得在这块是有可能会达成一些协议 因为我们知道印度是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 纺织药品的生产国 因为它的供应全世界很多的国家的这种纺织药品 因为一个是非常便宜 还有一个人就是也管用 所以在供应链领域 特别是在医疗供应链领域 那么印度可能会飞一杯羹 那么在一些反腐或者税收这个领域 我个人认为印度不一定会加入 因为它有高标准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在印度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如果你按照美国关于税收 或者是关于反腐败的标准的话 可能印度很难能够达到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 印度可能会施加一些筹码 那么逼迫美国在剩下的三个框架做一些按部 否则的话 那么印太经济框架真正就会变成一个半纳子工程 好的 今天感谢许先生 精彩的点评与分析 同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我们下期再会 接着为您播出新闻见证组